《徒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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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徒宗教》 《徒宗教》 今天我们讲《徒宗教》 《徒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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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这样对门徒讲说 你们也是这样 既做吩咐你们的一切 仍然要说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我们不过做了我们应做的事 在这里耶稣是教给我们 如何做一个天主可用的仆人 说到仆人 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太太 她从中国大陆来 然后跟我讲 她说我来到这里以后 样样事情都要自己做 不像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有保姆可以帮着做这个作难 我就问她 我说你是不是请过不同的保姆? 她说是啊 她说要找一个好多保姆也不容易 她说请了 是了好多 有的好有的不好 那我说你怎么知道 在你所用的这些用人当中 哪一个你觉得是很好的呢? 她马上就能讲出来说 谁谁谁? 她说这个是最好的 那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个人为什么是最好的? 是不是说因为这个人比别的保姆更加聪明? 她说不是 我说是不是这个人比别的保姆更加勤快? 她说也不是 我说是不是这个保姆特别的能够心领神会? 你还没有讲什么 他就知道你想要他做什么 他就帮你做了 她说也不是 我说那你告诉我 你觉得最好的那个仆人是什么样的仆人? 她说其实很简单 我要他做的事 他不折不扣认认真真的做了 我没要他做的事 他没有做 就可以了 换句话说 你看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 你希望有一个仆人 什么样是好的仆人 你吩咐他做的 他认认真真不折不扣地做了 你没要他做的 他不需要自作主张 他今天要做这个 明天要做那个 他不需要自作主张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今天的《路加福音》里面讲说 你们也是这样 既做吩咐你们的一切 所以首先第一条 做一个天主可用的仆人 要做天主所吩咐你们的一切 天主吩咐我们什么了呢? 天主吩咐我们要守祂的诫命 这个是通过天主 在旧约的时候 我们有天主实戒 有天主的法律 在新约的时代 我们有新的天主的法律 耶稣在《马斗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 整个三个章节里面告诉我们 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生活 这个天主已经告诉我们 这是所吩咐给我们的一种 如何去生活 这是天主所希望我们去做的 我们照着去做 我们就是做了天主所要求我们去做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条 天主没有要求我们做的 我们就不需要想很多的自己非要去做 换句话说 怎么意思呢? 不是说在我们眼睛里面 看着好的我们都要去做 有的时候我们做得太多 做得太多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 反而是没有得到什么好的 并不是天主所喜悦的 那怎么知道 什么事情是天主要喜欢我们做的呢? 所以人要是一个祈祷的人 我们要时常地祈祷 在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要去祈祷 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天主所喜悦的? 这件事情我去做 是不是能够重悦天主?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觉得 这不是天主所要求我们去做的 我们可以不要去做 这是第二个 还有第三个 就是当我们完成了天主 所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 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有的时候我们容易说 做完以后 你看我做的事情 做得多么的成功 这都是我的功劳等等 不是 今天的圣经特别强调说 做完了以后仍然要说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我们不过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 这是一个态度 因为是天主使得一切事情成功 是天主使我们成为有能力的 因此做一个天主可用的仆人 三条 第一 按照天主所吩咐地去做 第二 不是自己想出很多事情 自己觉得好的自己都要去做 第三 完成了天主所要我们做的事情 仍然要说 我只是个无用的仆人 不过做了我们所应该做的事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期再会 主佑平安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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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